先一开始马上来关注的是国军的人事异动 陆军下市红仲秋的命爱造成了军中风波 人事的风波一直不断 而且陆军司令李翔咒7月中 曾经向国防部长请辞获得未留 但是李翔咒今天又申请了办理提早退伍 等于是在一个月内两度请辞陆军司令一职 消息传出之后国防部立刻举行记者会 强调国防部长颜明已经予以未留 希望李翔咒能够继续留在军中为国家效力 媒体报导陆军下市红仲秋案进入司法程序后 陆军司令李翔咒上将申请退伍 消息传出国防部第一时间紧急召开记者会 郑仲提出说明 针对今天有媒体报导 李司令已经向马总统请辞 申请退伍一事 国防部要郑仲的澄清 绝无此事 绝非事实 强调请辞需按照程序 不过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李翔咒第一次萌生退役 7月16号 红仲秋案爆发近半个月 李翔咒第一次请辞 被当时的国防部长高华柱予以未留 8月9号李翔咒再次表达退役 这次更直接申请退伍 新任国防部长延明 同样予以未留 但由于李翔咒原本接任参谋总长的呼声极高 红仲秋案爆发后 打乱了陆海空三军轮掉高阶将领的惯例 也让三军的内斗说甚嚣成上 在两个部长下台之后请辞 这个是被斗倒 第二波的内斗战火刚刚开始 我们认为这个是军中内斗的延续 李翔咒是下一波将要被斗争的对象 红仲秋案重挫国军形象 更让国防部长一个接一个下台 如今陆军司令也想不如归去 让军方高层的人事震撼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UDN TV前子民陈军硕台北报道